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22號 歡迎收看八字五行短視頻 官殺即是正官和七殺 在八字裏面有很多人說 官星和七殺星是一個極度危險的空星 遇到的話非死即傷 但其實不是一定的 因為如果你容得著的話 它不但不會傷害你 還可以令你有少盡財 有錢 像上高這幅圖 我們可以知道 它的日願是無土 這樣它的財雲就是貴水 如果它遇到這個無土大雲 它本來有財 就是因為有了這個大雲 所以十年入面 有財變無財 是不是很慘 但是如果它的榴槤遇到格木這個官殺 而且格木是它的七殺 遇到的話 將這個無土黑了 這樣它就會變 潰水生格木生炳火 本來沒有財 突然間亡端端財 升回來 出回來 這樣在這個時間段呢 它就會亡端端得到一筆錢 有很多人 為甚麼 他說 這傢伙 平時 看他好像很兜貓 但是 最近看他好像又 亡端端發達 賺到錢 賣房子又賣車 通常這樣的情況 就是好像 異常這個情況 明白嗎 所以官殺 並非一定是空性 用得對的話 其實對我們是非常之好的 不可以一滾足 打淋一堂雪 一概二論 OK 今次這個視頻 做到這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